說了大半天就是怎樣出池 我想問一條問題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都要說感覺 你不可以每次看到就一見鍾情 如果你們遇到一些人 但你從初就沒什麼感覺 他通常做過什麼是一個轉捩點 而你突然間叮一聲或感動到 或者會覺得他成為另外一半 我試過兩次都是一個很刺激的場景 通常… 我要低輕一點 因為我做事比較瘋 所以我跟他一起在賽車 另一個就跟他在野婆, 玩得很瘋 他們喜歡高興, 只要升級到那一刻 對… 大家喜歡瘋癲 對, 比較瘋癲 淋雨, 跳下海那些 真棒… 因為那兩個男生分別 都是被別人群覺得瘋癲 接著別人也覺得我是瘋癲 喜歡傻的都是沒什麼好結果 你呢? 玩一下 我沒試過, 但我幻想過 是, 幻想一下… 是, 我很擔心別人會鄙視我 這樣一下, 你說 也會的, 是不是… 是… 我想他給錢, 我花錢… 如果我可以照顧他的卡 不斷照顧他 很怕… 對, 這樣就好了 其實因為現在太多女人有錢的男生 是 一包小鮮肉是很開心的 是正常的 因為我的有錢女生朋友都已經不拍拖了 是嗎? 他們寧願出去付錢 找個男朋友 沒有承諾 第二天我便可以轉換 他們也會害怕 你來到我家… 你來到我家可能會搶我的身家 我又喜歡四處玩 又不想被人管 我身邊所有朋友都是這樣 我怕說出來, 又是男人 以後不理我 因為如果一個人做些甚麼 我喜歡他 其實甚麼都不需要做 他越不理我… 他又不跟我說話 當我沒到 那些我就不斷想追求他 賤家… 我之前的兩任男朋友都是這樣 他們都是在一群人群中 他們是很低調, 又不出聲 一看到他轉眼, 不說話 只是最小的 他很喜歡 很棒, 這些真的很棒 感動了之後 其實就要開始約會 約會這個真的是你的專業 在你心目中有否見過那些人 你覺得這個好 他的約會是很成功的 這個成功的約會 通常我經常說的 就是要男主動, 女互動 其實最好就是女都主動 但可能有些女生不能主動 但最起碼也要提供互動 如果做到, 大家的溝通 整個氣氛應該都不會太差 譬如男士掌握他主導 如果他可以有點幽默一點 很多時候開得漂亮 他們會自己再約 除了我們安排那次, 可能吃個茶 他們會約會自己 可能看一場戲, 去吃甜品 這樣就會是最成功 那很差的呢 其實也試過某幾次比較差 其中一個其實是男士第一次見面 他很講求自己的私隱 他不是問女方的私隱 他也有一點點問的 但自己講得很深刻 就是女士很不舒服 然後做追蹤, 告訴我同事 說自己是私隱 對, 私隱 說自己不行 他講了什麼呢 其實我心裡有夢 我也會 我記得有一個點 就是他說自己每個月的收入 他的百分比, 多少錢 我們分配在哪裡 怎樣處理, 怎樣處理 甚麼都說給女士 那女士覺得很… 我知道… 我以為是那些心情 對, 我以為是 體能上的東西 對… 身體上的東西 正常人在這個位置 人家不是你核素師 不是你會計師 那天幹什麼鬼 我覺得約會第一次是重要的 地點是重要的 你呢?你第一次呢? 你老公約你第一次在哪裡? 我們去看電影 好像是三級片 哪一套? 現在我沒有記錯 真的 你們殺不了他們這麼久 等等, 以前三級片是… 不是, 三級恐怖片 你們兩個樣子 那我就錯了 我是師傅, 我怎麼會害怕 你不再說慢一點 我看你們的傾向是怎樣 她以為我是那些傳統女生 一看鬼片就說, 很害怕 其實我從來都不會 你有沒有抱著你 她很害怕 她抱著你 但我自己覺得 第一次約會, 吃飯地點是重要的 你別想著第一次曬爛 我不覺得第一次需要去到很豪華的位置 因為如果第一次去到很漂亮的位置 你沒有第二次 你第一、二次去中間 別太離譜 別那些… 我老公帶我去那些 以前的轉…轉食壽司那些 回轉壽司 對 要退位, 幾乎 你小時候不認識, 我們古人才認識 你坐在一個位置 如果有其他人來 你不是拼得對的位置 你就要過你一格 然後坐在那一格 嘩, 想打人 想打人 想打人, 不是說笑 幸好我的人不現實 她也有一點目睹 她也比較順 是的 她有哪些位置打動了你呢 你帶她去移位 如果我是女生 我心想… 你自己吃吧 馬上走? 她真的遇到一個女生這樣說 她懶得是測試型, 你明白嗎 她覺得一個女生跟她結婚 她是一個好女生 所以她就第一次在這些地方下手 永遠是魚膽、泡泡、雲吞麵 那些朋友呢 通常有錢人都是這樣 是的 幸好我們渡過赤摩那一場 我知道她其實不是窮到要吃這些 但是她就要來考驗一下 你看看你覺得… 看你不會發瘋了, 你明白嗎 因為後來我們也有談過 我說, 為何你約誰又不呢 她說, 我帶她去吃魚蛋粉 她會罵我 說一天出來做完工作這麼辛苦 為何要吃魚蛋粉 她就覺得這些女生不成功了 所以你忍著, 我告訴你 知道… 你知道真窮還是假窮嗎 知道… 以後如果誰請我吃 忍著… 戴戴的, 我不可以戴戴 那又沒有 魚蛋粉, 馬上去 甚麼都吃了, 甚麼都吃了 我們先吃了